嗨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芬姐 這是台菜一姐 大家好 我是曉光手 那我們今天要來做這個煎烏魚子 很多人不知道怎麼做 台菜一姐教大家 生物老師跟大家科普一下 烏魚子就是烏魚的軟巢 真的嗎 真的啊 這個是軟巢 對啊 這烏魚子 真的 我們買到這個烏魚子 還蠻漂亮的好媽媽 這個差不多都頂級的啦 好喔 可以說很大又很漂亮 是 一片烏魚子 剛剛秤過有6兩 6兩 6兩是多少克 230克 230克 這全部 這一片 一片230克 好 現在先做什麼 首先 它這塊我先把它加掉 好 好 我是都用這樣 它這有 有一張毛筆嘛 對 我都把它沖一下 會順便洗一下 好 好 不然它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是怕爬爬 好 好 好 我都這樣 把它沖一個水 嗯 把它咬下去 嗯 我沖一沖就乾淨了 大部分人都當年菜吧 對 年菜系列 普通時要玩的 你也會當 烏魚子要煎多久 我等一下幫觀眾計時 好 我都是一點點油 好 熱油 下鍋了 好 開始 下鍋了 火鹽鹽鹽 來 馬錶 嗯 要吸油 要堆 黑鹽鹽鹽鹽鹽 讓它煮到 大家吃一下 好 這個呢 是看能多久就多久 嗯 好啦 把它去擺著 看一下 這邊擺著看時間 這麼快就翻麵哦 很快哦 好 綜合 差不多一匙這樣就好 哇 一湯匙的米酒 好大聲啊 要大好一下 好 有沒有香 有 油污一體的味道 我來看一下 中火中火 好 中火還不小哦 它被炒起來有一種 比較光滑的感覺 哇哦 好了 關火 一分鐘 總共才一分鐘 一分十秒 原來烏魚子這麼快就熟了 你看它現在外皮有 稍微酥酥了 是 你把刀現在軟軟 外面有稍微焦 你把它蓋起來有彈性 你都說 鞋子我們都不熟 這樣會炒出來 你現在再翻一下 好 你看 差不多這個程度就可以了 待會冷它會更硬 這樣掛鍋鍋子兩分鐘 對 我是都用餐巾煮 塑一個油的 好 它外面有得焦焦 嗯 你一點米酒就是要滾 是燙的嗎 米酒漆滾滾滾滾 好 這樣就不會腥味了 好 稍微炒兩顆一顆才來切 好 薄一點 薄一點 好 刀工不錯 謝謝媽 謝謝媽媽 裡面軟軟的 哦 QQ的 我這筆是有冰過了 這切比較不會漂亮 對 你如果剛買回來 沒有冰過 它切得比較不會柔柔 比較不會脆脆 蘋果 梨子 蒜苗 蘿蔔 烏骨 對 這樣各擦一片 很好 哇你的好澎湃喔 來 這樣一口 五十塊 一口五十塊大家 外面都這樣賣 來 對 真的嗎 一口五十塊 真的啊 夜市就看過啦 一口五十塊 直接配起來就是我的最好 一口 新年快樂 耶